一行人来到宽广的室内空间 讨论未来文件站所需要的设施设备 为了让长辈在日后活动课程 有更舒适安全的空间 独人向圆明会申请辖下的东普活动中心做使用 也借此将鲜少运作的活动中心得以活化利用 这个疫情如果解封的时候 我们长者要到站的时候就势必没有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会康跟会议是说 就是让这个空间能够快快的 可以提搏给我们东普文化健康站去使用 第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照顾我们当地的老人家 第二个是我们活化了我们的空间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思考 那未来对东普老人家的发展 或者说未来对东普部落 我们有什么样可以协助的部分 我觉得圆明会会站在 就是原住民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 新一乡东普部落文件站 原本设置在伊林的多功能集会所 但因为场地较小 让部落长辈的课程都受到限制 目前东普活动中心分为ABC三栋 借由这次的会刊了解场地现况 那其实长期来讲老人家是要放在西洞的建筑 那现在正在等待后面的就是 假如能够顺利招标 然后能够顺利把完工 我们老人家就长期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跟目标 但由于近期发包工程都是得到流标结果 圆明会也隐落部落可以先使用A洞 而所需的水电也会协同工所一起处理 完善部落需求 期盼早日让长辈们能进驻使用 原是新王Hondif南投信义采报报道